北约这次把首次把中国作为觊觎和挑战 实际上这是北约内部各方妥协的一个结果 按照美国的想法 北约应该把中国作为一个头号的对手 甚至是敌人 那么美国之所以这样做 有这样的主张 是由于一方面是中国的国力在上升 经济实力居于世界第二 第二个美国他也需要树立一个更强有力的对手 来凝聚北约内部的这种团结 这是美国的目的 但是美国的主张并没有得到许多北约其他成员 尤其是欧洲成员的支持 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不是威胁 中国是机遇 他们和中国在经贸领域 在应对气候转暖等等各方面的问题上 进行了非常不错的合作 因此他们更多的是把中国作为伙伴 作为合作者 因此他们不赞成美国这样的主张 因此双方达成一个妥协 把中国定位为基于挑战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含糊的词 机遇和挑战 那么可以是中性的 因为任何一个事物 任何一种力量之间的关系 都可以看 都存在着机遇 也存在着挑战 关键是如何来应对这种挑战 这种挑战是一种正常的竞争性的关系 那么和那种威胁是不一样的 和安全上的威胁是不一样的 因此北约内部就中国的定位 达成的一个机遇和挑战 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考虑到了 欧洲北约成员的主张和他们的利益 因此我想这件事情 对于北约来讲 并不能够起到什么凝聚的作用 对于北约与中国的关系来讲 尤其是欧洲与中国的关系来讲 我想影响也不大